复盘吴某凡事件他为啥不早点跑 好家伙 好多粉丝想让我复盘一下 他明知道自己做那些事 有可能会被刑军 为啥还不提前逃跑呢 而且还自己报警 就不怕惹火上身吗 我个人认为呢 有几个理由 第一呢就是 如果要提前逃跑的话 往哪里跑 回加拿大吗 他作为加拿大人 即使在中国涉嫌犯罪的话 就算回加拿大 如果按加拿大法律 也构成犯罪的话 也是会被制裁的 不用说 强奸 在全球 全宇宙都构成犯罪 除非他真的是被冤枉 那也没有必要跑 第二就是 他要是跑了 他国内外的这些巨额才 就要被冻起了 后半生该咋生存呢 而且还被通缉 作为通缉的顶流 这么多人认识 估计想藏起来也挺难的 毕竟我们华人华侨 是遍布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第三就是一种侥幸心理 或者作为顶流的那种迷失自信 估计前十年也是顺风顺水惯了 没有啥摆不平的事 但我想说 法律面前 无顶流 有可能会迟到 但终将会叫你 关注我 祝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